不過新北市樹林有一對父母 今天肯定非常的不幸福 因為自己親生兒子竟然因為要錢要不到 就在家裡面開瓦斯還潑灑汽油 揚言要炸掉全家 警示要趕往現場之後 雙方僵持了三個小時 警方才破門而入 將他給逮捕並且強制送醫 畫面中這名男子雙手反靠 被警方強制送上救護車 新北市樹林王姓男子 13號上午把自己反鎖在屋內 開啟屋內瓦斯揚言炸了全家 消防人員在現場拉起水線戒備 就怕一不小心發生意外 警方予以安撫 蓋民男子的情緒 但是蓋民男子還是持續不斷的咆哮 將這個門窗打開 先讓空氣流通 先讓瓦斯未散去 接著我們就強行的進入 將蓋民男子壓制 並且強制送醫 雙方僵持有多久 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回到事發現場 當時王姓男子情緒不穩 把大量的家用物品摔下一樓 屋內還留有準備用來 點燃瓦斯的打火機 王姓男子今年34歲 有吸毒前科 現在靠打零工為生 平常情緒就不穩 討不到錢 就會對家人惡言暴力相向 這次也是因為要錢要不到 被父母斥責 才會情緒失控 警方先把他強制送醫後續在醫公共危險罪法辦 只是已經34歲不工作還三不五時情緒失控 也讓父母傷透腦筋 有電TV 謝雲昕 新北市報導 早